- 當時因為沒有錢 市場找不到金主 急著要處理 所以張中璞的做法是怎麼樣呢 拿公司的錢 為什麼公司賺錢 有現金 有幾億的現金 這個成立四家轉投資公司 這四家轉投資公司 就直接跟國民黨把股票買回來 所以張中璞就忽然間 從打工的變老闆 對 就打工變老闆 因為他本來是專業經紀人 是受國民黨委託 他是行管會主委 然後他弟弟那個時候是中投的董事長 然後經營了幾年之後 他不想經營了 就又把台本賣掉 那賣掉就要市場上找人來買 所以就是後來 最近我們看到台本經營圈裡面 孫鐵漢 孫鐵漢怎麼買 他們當時的買法很簡單 因為我是用這四家公司控股的 這四家台本的子公司 我把這四家子公司賣掉50%以上的股權 就結束了 對 好 那所以台本為什麼從黨產 後來變成純粹的民間公司 他後來是純粹的民間公司 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我剛才講過這個模式在連戰時代有很多案子 有很多案子 所以我們在看國民黨的黨產的時候 你只要回來去找這些東西了 你大概可以理解他很多 那最後我要提一個人 這個人非常有趣 可能不一定台面上那麼熟悉 這是他自己的一個有趣的卡頭畫像 這位先生叫做汪海清先生 他曾經是中投的總經理 那汪海清先生最近在做什麼事情 對 他在上課 他在教什麼 叫做海外資產保全 海外資產保全 在金融延續院 在金融延續院開課 繳費他是名師 非常有名的老師 董哥哥你這樣一放就爆滿了 我跟你講 他的課本來就爆滿 對 本來就爆滿 然後我再給大家看 他最懂得國民黨的錢 如何藏到海外 我們不用把他擴張衍生 他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汪海清我後面要講幾件事情 這個是金融延續院幫他做的廣告 2013年的 除了那個時候 美國要查海外的 這場課麻煩特徵組別查組都要去聽 這場課絕對值得 所以他就這樣 汪海清老師金權力工房 他教你不只是這個 如何保全海外資產 還有包括什麼 選股策略 選股策略 如何所謂的集團級的資產配置 資產配置 選股我幫他講 就是國民黨投資人 就把他放空就對了 不一定 這個 這個 我不懂 不過我要先拉回來 為什麼要講汪海清 汪海清的重要在哪一點 汪海清貫穿了整個馬英九時代 那麼講 在連戰時代裡面最重要的 大概就是三個人 對 許利德先生 然後張忠譜 張忠譜 兄弟 為什麼你要去注意這個呢 因為國民黨從來沒有告過這兩 這兩個兄弟 這對兄弟黨 也就是張忠譜 張忠譜先生 他們從來沒有被告過 也就是說 馬英九在查黨產的時候 他可以很沒有包袱的處理李登輝的時代 但他從來不處理 連戰時代 連戰時代 他從來不處理 當然我們知道說 連戰跟他後來是競爭關係 但是這有沒有什麼政治上的交換 我不知道 主要敵人 次要敵人 或者是共犯關係 有可能 那馬英九時代你要一看誰 不是薛立妍 不是林德瑞 林德瑞他們只是管這個錢的出帳 那還用講嗎 誰在負責經營這個中投的 真正的關鍵是這個汪海清 因為汪海清他是總經理 他是從連戰做到馬英九結束 還有馬英九時代 如果進入從沒有點頭 而且他退休以後 黨中押還要求汪海清 你雖然退休了 必須以顧問的身分 繼續在中投上班 簡單講 中投的資產 不管是海外海內 賬上賬下 只有汪海清知道 所以Keyman是汪海清 原來 也到 他那應該是小鑰匙 還有更大的鑰匙 來 妹妹 更大的鑰匙會不會是馬英九 我現在講 我覺得如果你要查這個檔場 我希望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東德那時候垮掉 整個是垮掉 他們查了一二十年都還在查 那臺灣國民黨再怎麼樣 他在立法院有三十五席立委 那他也還沒有導電 所以這過程當中 你看他最近態度說 那你們就來調查 我覺得他就是擺明的吃定了 我態度的黨產 你也不知道 比如說最近航路地 如果不是大家看到那些廣告 你知道嗎 很多事情你不會知道的 所以在這邊我分幾點來講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說 在未來的立法技術上 第一個真的要堅持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有罪推定 除了你的這個是黨費收入 政黨這個補助經費 政治獻金以外 其他我通通推定你是不當的黨產 那在這個不當黨產 除非你能說明的來源 不然你就是不當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是不是在條文裡頭 你要即時凍結 既然是不當黨產 我就要即時凍結 否則你看航路地 帛琉飯店 一大堆都還在出脫當中 你在查的過程當中那麼漫長 你如果不把它凍結起來 他已經出脫到多少去了 如果說他稍稍沒出去 你根本就不知道 可是還沒有520 520以前他們就要落袋了 現在有一些東西已經曝光了 我相信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才說 趕快要立這個即時凍結 否則你看520之後 他還是有很多東西 你不知道他賣掉 你根本不曉得 我覺得這個是立法技術上很重要 那第三點就是人的問題 那剛剛大家已經講了很多 那這裡面包括就是說 從李登輝開始 這個歷任的黨主席 連戰馬英九朱立倫 你當然要問啊 那包括還有這些帳房們嗎 那這個行管會的主委們 剛剛已經點了好多名字 我相信特徵組有看這些案 有看我們這一集非常寶貴 都提供你們很重要的線索 那這裡面特別是我發現 就是說他們一直就是把東西 要推到李前總統的身上 可是其實賣黨產 那個時候就開始 可是我必須要講 各位這裡面有資料 為什麼劉泰英那麼生氣 你只說我料理 你怎麼說我賺的呢 他賺的 我把它算一算 這裡面就有資料 一九九六年股市大漲 黨營勢壓賺了一百五十九億 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 對不對 賺了一百六十億 到一九九八年還賺一百二十億 到一九九九年 總共加起來七年賺了六百七十五億 也就是劉泰英講的這個七百億 是沒有錯的 那在這裡面 我們就要開始知道 就是說好 那你一方面這個有賺 可是另外一方面有些 你到底是怎麼虧的 那這裡面有沒有人魔不髒的問題 否則的話 坦白講 這裡面我也看到一個資料 各位你來看看 雖然泰宮說 他這個說 那時候交出去的時候是一千億 他講的嘛 但是剛剛包括這個 玉珍就有講 你們那時候 這個兩千年以前 出的這個專書裡頭 單單控股公司資產 就超過六千億 對 你怎麼賺一千元 你早在台上 你不就跟我說一下 對不對 然後交到這個這個連戰手中 連戰這幾年賣了那麼多錢 好 這裡面 我要講很重要 我還是要再點名徐立德 這個要謝謝 有人就拿了這個東西出來了 人家就看這個跟黨營試驗 關係最密切 越往中間的這個這個軸線 是最最主要的 這裡面最主要是中央投資 再來就環宇投資 所以投資是誰啊 徐立德 大家再看這張圖 以徐立德為中心 下面八爪張 不不不不 有關係都出去 那在這裡面 我還要跟各位講 非常有趣 徐立德 他其實不只是在國內呼風喚雨 我們那時候說海外資產 特別在中國 他不只是買了這個瑞金醫院 對不對 上海瑞金醫院 瑞東醫院 他現在在中國的外號 叫做這個創投教父 對 然後你知道嗎 包括這個買中國的銀 這個銀行要入股 鄉鎮銀行裡面 通通都有徐立德 那這裡面可惡在哪一點呢 徐立德不只是這些 也不是只有金融創投而已 各位這裡面還有一個 我們再來看看 成語投資 有沒有看到 這個成語投資有中央投資 有進去 然後環宇投資也有 你知道成語投資幹了什麼事嗎 成語投資還去投資中心 半導體 張魯金 當初跟臺積電 然後來打張忠謀 臺積電 臺灣之光 那甚至於他們有關係的 包括孫明賢這些人 是不是把我們的農業科技也帶進去 這些人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來查一查 張家元講說陳錦鑫幫忙代操的那些部分 對 所以說這些人有多麼要惡劣 這個講到這個連戰時代 再來講馬英九時代 那我就要講 我們剛剛就問說 那朱立倫為什麼不敢再查下去 明明拜訪了李前總統 為什麼不敢再查下去 有誰讓朱立倫不敢查下去 朱立倫是黨主席 朱立倫又是最大的地方諸侯 你想想看那上面除了馬英九還有誰 那他在怕什麼 對啊 那我舉大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消息透露給媒體 媒體一轟 也就會給馬英九壓力 今天有接受訪問他說 這個是無謂的謠言 各位 如果他怕到一定是有把柄 在人家手上嘛 作為總統 他有黨政軍特 我只講一個例子就好了 朱立倫當年根本不想選新北市長連任 對不對 對 後來為什麼選 最後一刻為什麼 因為發生了葉勢文的案子 一個禮拜後 那個朱立倫就宣布參選 然後包括還有 許志堅 還有航空城這些問題 再來還有他的岳父高玉仁 各位啊 歐華投資創投啊 這個也是包山包海的 這裡面有多少東西 我請問一下 如果這些東西 我們馬先生都在手上的話 你朱立倫你敢查下去嗎 不要忘記我們剛剛不是講過嗎 三中的交易在誰手上完成的 然後這裡面包括這個 剛剛Coco姐講 他們也想要這個掌握媒體嘛 所以有三年回算機制嘛 那趙少康先生 這裡面有參議咖嘛 那中廣那是更離譜 我告訴各位 中廣不是只有財產 土地資產就一百多億 你知道政府這麼多年來 補助中廣多少錢嗎 我告訴各位說要發展媒體失業 補助他一百二十二億 都是我們的名子名高 當初說五十七億要賣 趙少康說我只願意拿十億出來 我只要媒體廣播部門 當初是拿兩件現金出來 好 還不只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還不是只有這個福康的喔 我們那時候不是說 這個富邦營買北市營 問題重重嗎 後來我們發現富邦金獨立董事 赫然有趙少康先生 這個是什麼樣子的關係 各位想一想 好 馬英九這些東西經得起查嗎 查出來以後 那還得了嘛 所以我們合理的推斷 能夠給朱立倫這麼大壓力 那是不是馬英九先生 那要說清楚 講明白啊 是不是 那包括朱立倫主席部分 你們中央要一大堆事情 那也是可能跟董事有問題 可是明明現在你講完 這一切以後 我們的問題是你們民進黨五二零 之前能做什麼 五二零之後能做什麼呢 民進黨人每次講 這個都講得好高興 好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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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立法是真的要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要及時凍結條款 你要有罪推定 這個立法技術一定要有 現在就中不了 一直在吵 一直在吵 因為我就說嘛 這困難在哪裡 我懷疑立法院裡面藍的綠的 有那種錯綜複雜的互換關係 對 都不曉得 我就是畢有沒有錯綜複雜 這個你不要那麼單純 五個字 有沒有錯綜複雜關係 違造文書 詐欺 侵占背信 圖利 這都已經有法了 不用再立法了 不是不是 我可以講以前 找檔產 你一定要有罪推定 你要 你要知道 檔產裡面都是這些罪 以前李登輝時代 你要有罪推定 你不是一個案子 一個案子 叫他來舉證 那你這樣不笨 不用有罪推定 就是特徵組去查 別的查組休息就好了 我覺得是決心 民進黨執政者決心 因為檔產的問題 劉太英 李登輝時代開始 那個時候還有要給民進黨奶水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要是真的一扯出來 真的是一個核報 另外一種核報 所以為什麼有人是老生栽栽 為什麼 那你剛剛講到就是說 藍的裡面有一堆既得利益的階級 我覺得聽完這些故事以後 藍營的支持者 可不可以請你們清醒一點 你們支持的都是那些既得利益 吃香喝辣 吃了一大堆血肉的人 然後現在碰到 你還要去模拌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都吃飽飽 那另外一批人是 綠的裡面難道沒有人跟黨產有利害糾結嗎 多得是 再接下來就是像銀眼糧這種人 這些企業家 所以他這些人已經在陳水扁執政的時候 跟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已經糾纏在一起 否則台本怎麼會變成無乃人打垮了林文淵呢 一個黨產然後無乃人的家人可以去做什麼董事長總經理 多難看啦 我也聽到民進黨人也出來罵嗎 你有啊 所以你再這樣子的扯下去 扯到某一天突然要止血 突然有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安全機制的時候 那我們大家不是全部都白馬銀場 我談兩件事情 一個是在兩千年的時候 其實如果說大家仔細去看國民黨的這個行管會 自己整理的資料 他們在民國九十一年的時候 他說他們整理出來在民國九十一年的時候 整個的合計的資產是五百三十七億 這個是行管會給買黨產的一些相關的人 他們怕說政黨不當黨產取得條例 之後他們所擔心的狀況 那這裡有一個透露一個東西就是說 在八十九年的六月到九月 這個時候誰當黨主席 八十九年的六月到九月 連戰吧 三個月 連戰吧 好 那個時候他說那個時候 他們找了這個律師公會的全聯會 還有會計師什麼 這裡有幾個名字 藍松橋 郭靈勇等兩位律師 還有盧連森 還有謝文毅 兩位會計師共同組成這個黨產小組 然後把所有的土地跟不動產 全部通通都整理好了 好 所以連戰在民國八十九年 當黨主席的時候做了這件事情 做了之後他後面做什麼 大量的賣 因為只有他手上最多資料可以賣 結果你知道嗎 所有有興趣的人 到後來馬英九要接黨主席的時候 不是說發不出黨公薪水嗎 可是這些資料都是在連戰時代 都已經整理好了 好 結果有很多買家 都發現說怎麼很多東西呢 被民進黨的人買走了 被民進黨的地產商買走了 而且那些人還當立委 然後很多都還當過立委的 所以民進黨在前面的八年的時間 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們都喊假的 你們提一個不當黨產的這個處理條例 可是民進黨的立委自己在做 民進黨的地方或中央的民意代表 不過自己都在買賣黨派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那個時候是嘲笑也大 不過現在民進黨 已經沒有任何借口了 是啊 對不對 但問題的焦點 現在已經慢慢浮現了 觀眾朋友看過來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在對焦 到底要來怎麼樣處理這個問題 那些外省幫現在還是 都是台灣的主流大集團 看到沒 高速公路是哪一個集團館 然後最近的最有名的尹先生 差一點台大榮譽博士有了 還有中研院院士都有了 我們是不是要頒一個榮譽總統給他